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财政支撑不住 中国多地取消上胎花核酸检测 新一届政府将在7月1日正式就职 早前有消息传出 指林郑亲信人马均无法过渡到下届政府 评论认为北京清除林郑班底 突显得罪北京别造罪状的态度 17日李家超主动表示 早班工作完成已经向北京提交名单 通过后才能够正式公布 他还表示北京希望新管制团队 与他有相同施政理念 能够解决现有问题 团结社会、威社会带来新气象 近日有港媒引述消息 曝光李家超班底成员 报道清林郑月娥爱将 与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将不会过渡到李家超班底 根据流传名单 商经局局长又藤华 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范 律政司司长郑若华都会离任 时评人刘瑞萧表示 李家超班底的最终人选都要视乎能否执行北京的自央需要 他表示将有机会出任政务司司长的陈国基 与李家超和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都有纪律部队背景 反映北京会保持以国家安全为重的治港路线 一切重验 另一时评人双浦表示 无法留任的司长、局长都被视为是林郑月娥的人物 显示中共想透过换人为香港政府换新形状 同时都要惩罚有过错的救人 反映习近平要清除林郑元班人马 如同白手套用骚髒了 要换新一队 要为新一届政府换一个新形状 有传林定国将出任律政司司长桑苔表示 林定国曾任大律师共会主席 但是林定国对捍卫人权的态度 备受法律界质疑 加上中共不断的拉拢 驱使他越来越倾向中共 桑苔相信如果林定国登任律政司司长 除了会加强对示威者的检控 都会打压与之意见相助的律师 立法会被书署17日宣布取消原定21日 为林郑月娥举办的战别五宴 有记者问林郑会否举行网上战别宴事 他说我不是好知吃饭可以上网吃饭 我并没有特别说话要跟立法会议员说 报道称因应疫情反弹 加上有议员染疫 经立法会主席与行政长官办公室 及议员商讨后 决定取消林郑月娥的战别五宴 林郑月娥在记者会表明 任期结束有不少这类战别 宽崇宴会 我全部取消的了 林郑仲说 未来两天后父亲节 我要作出呼吁 跨家庭罪会减少 他重申 我正正呼吁大家减少这些饮宴 那没理由自己去吃饭 等同今天开完会 没理由再吃饭的 另据追新闻报道 有公务员Secret群组在Facebook踢爆 林郑月娥在卸任前 通过退休公务员的退休金 给萎宿抚述金增加2.4% 追溯至今年4月1日起 但现职公务员加薪 就要留待下一届政府处理 被质疑致肥 有人表示林郑真是好事 都有不少人认为 除消战别五宴 疫情是藉口 虽得没朋友就真 前新闻统筹专员 冯伟光和新闻党主席叶刘淑二两人有牙齿印 大家都知道 近日正宣传出消息称 李家超已经敲定由叶刘淑二出任行会召集人 冯伟光立即赞文向叶刘开火 质疑叶刘淑二出任这个职位并不合适 冯伟光指出由新闻党主席任召集人 似有矮化其他外国建制政党之严 冯伟光表示 叶太曾公开也于民建联的郭佩凡议员 她认为同为外国建制阵营 又何必在大气电波中 也于其他外国建制议员呢 冯伟光重提叶刘淑二威流这群辩护事件 她质疑叶刘是国家利益大 亦或是个别AO的名声带 6月11日 叶刘淑二在立法会财委会内表示 外籍律师为本港法治背书非常重要 冯伟光指 律政师是非常重要和敏感的部门 她认为雇佣海外法律人才 有忽略国家安全致严 近日叶刘淑二与冯伟光互相开火 叶刘淑二6月4日在新闻党网台上批评 冯伟光担任新闻统筹专员事 没有出来解释政策 似乎没有什么事做 冯伟光6月6日在《橙新闻》 赞文反击 大爆梁振英任特首期间工作内幕 她指自己任职新闻统筹专员期间 曾心人苦悦 争取意见人士量解特首施证 冯伟光又指她自暗荷包 买了一部单反相机 为梁振英拍照 却比政府新闻署人员 指照片质素不够好 而拒绝上传 对于两人互相开火 不少网民表示 现在没了泛民 大家就日日看那些忠诚废物 互惑臭屎 除此之外 都没什么好看了 政府统计处17日发表 3至5月劳动人口统计数字 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 由今年2至4月的5.4% 下跌至5.1% 就业不足率 亦由今年2至4月的3.8% 跌至3至5月的3.5% 3至5月的失业人口为191,400人 表示香港仍有超过19万劳动人口无工作 港府表示 与2至4月比较 3至5月期间 大多数主要经济行业的失业率 及就业不足率均见下跌 失业率方面 建造业、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等 由相对跌幅 就业不足率方面 下跌主要建于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务业 以及艺术、娱乐及康罗活动业 数据显示 今年2至4月 香港的总就业人口为355万9200人 3月至5月期间 下跌至355万3800人 减少约5400人 同期的总劳动人口 由376万5300人 跌至374万5200人 减少约2万0100人 至于失业人口 则由今年2至4月的206100人 跌至3至5月的19万1400人 减少约14700人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表示 随着本港疫情缓和及社交距离措施 逐步放宽 失业及就业不足情况 在今年3至5月有所改善 罗志光又指 对比起2至4月 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合计的失业率 在3至5月期间下跌1.2个百分点 至8.8% 其中餐饮服务活动业的失业率 下跌1.9个百分点 至11% 零售业的失业率下跌0.9个百分点 至7.4% 大多数其他行业的失业率都下跌 尤其是建造业和艺术 娱乐及康乐活动业 展望未来 罗志光认为只要疫情受控 经济活动以至劳工市场情况 在未来数月会继续改善 政府都会推出的各项措施 支援企业和员工就业 在北京当局清零防疫政策的指引下 核酸检测常态化 5月份发布的估算统计 以每48小时接受一次检测的频率计算 中国大型城市每年的检测费用将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 若将这样的做法覆盖到全国70%的人口 估计每年耗资可高达2.5万亿元 6月17日 中国官媒发文称 多地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或取消查验核酸证明 例如广东省惠州市机场、火车站和汽车站等地 不再要求旅客持有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发出类似通告的 还有江苏省、安徽省和山东省等 多地取消常态化核酸检测或取消查验核酸证明 背后的直接原因是地方政府财政难以支撑相关费用 上海市国资委日前发出通知 将以中共党员干部带头捐款支持抗疫 有中国民众评论称 因为疫情 其他城市已经倒闭了很多小商家 普通工人连普通工资都担得困难 上海6月8日卖地收入834.7亿元 如果上海都要捐款 其他城市怎算? 党员干部都捐款 私营企业老板不得不跟住捐款 两周前中国国家医保局发行 命令禁止各地政府动用医疗保险基金支付 大规模核酸检测费用 表明各地政府财政均良起了红灯 官方数据都说明地方政府财政出现问题 6月16日 中国财政部公布数据显示 1至5月 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万6739亿元 按自然口径计算同比下降10.1% 5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按自然口径计算同比下降32.5% 财力是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的实力 而财力最直接的体现 就是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目前因为疫情封城 导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波 已经层层传低 同样影响的是地方政府的财力 和上患剂无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